牧初夏眨眨眼,一脸懵懂的说,我没有看法。 工程艺旦待着看了牧初夏一眼,没有在说话, 他不想和牧初夏说太多关于秦阳白的事情, 那样显得他好像非常在乎秦阳白一样。 其实,他一点都不在乎秦阳白,真的一点都不在乎。 工程艺的做人原则是,谁让他不痛快,他就让谁都不痛快。 今天牧初夏让他不痛快了,所以,他要让牧初夏更不痛快。 在床上,工程艺既既所能地挑逗牧初夏,挑逗了牧初夏蓝蓝, 哭泣着求着他给他,求着他宠爱他。 可工程艺是存心让牧初夏不痛快,不管牧初夏怎样求他, 诱惑他,他都不动于衷,拉着被子,关灯睡觉, 牧初夏潮红着脸蛋,躺在工程艺身边,气得牙痒痒。 这个男人,怎么这么可恶? 明明是他不顾他的拒绝把他敲动成这样的。 现在,拉着盖被子,就不理他了。 太贱了, 鲁初夏很无奈地,看着坐在沙发上的两个男人。 连续半个月,起洋板每天晚上都到他们家来凑饭, 而工程艺也连续半个月每天不落地到这里来。 然后,就是现在客厅的样子,两个男人假装很认真的看电视, 偶尔加腔带棍地讽刺对方两句。 这个情形,真的热目出现很无语又无奈。 他就不明白起洋板了,他每次到家里来凑饭, 工程艺就会各种冷潮热疼。 他觉得,起洋板完全是的长远, 如果他有起洋板家那么有钱, 他直接请几个五星级的大厨在家天天为自己做饭, 才不会到别人家去蹭饭看别人的脸色呢? 不是说有钱人都非常在乎脸面吗? 自尊心非常强吗? 为什么在起洋板身上, 他样子就没看见所谓的自尊心? 不管工程艺怎样冷潮热疼, 起洋板第二天还是屁天屁天的来蹭饭。 起洋板这样子,都让母猪下怀疑, 其家是不是破产没钱吃饭了? 所以,起洋板才抛弃自尊心和骄傲到他们家来蹭饭。 工程艺和起洋板两人之间, 完全没有他插嘴的余地。 随便他说点什么, 工程艺都会把对起洋板的布满和毒蛇转移到自己身上, 他就瞬间变成炮灰了。 母初下发现, 工程艺最近的脾气, 真的是越来越不好了, 动不动就换脸色给他和起洋板, 还有王妈分隔人卡。 当然, 在母初下心里, 工程艺也不是最近脾气才不好的。 在他的心里, 工程艺的脾气就从来都没有好过, 母初下有时候就很怀疑, 像工程艺脾气这么臭的人, 真的能管理那么大的公式财团吗? 他的那些合作伙伴, 真的会愿意跟这样一个脾气不好, 又没风度的男人合作吗? 值得推敲, 这不是当小三吗? 当小三的都不会有好下场的。 哎, 极少这么好的孩子, 真是可惜了, 母初下去害工程艺和起洋板吃饭。 现在对于母初下来说, 吃饭很痛苦, 因为餐桌上多了一个人, 极少, 因为工程艺总是会让他做一些很为难的事情, 比如, 互相给对方加菜, 比如, 互相关心对方, 这么要多吃一点, 最近瘦了, 瘦得人心疼啊, 对此, 母初下真的是难以消化, 如果他和工程艺之间的感情真的有那么好, 情到能处自然而真。 可是, 他们两个明明就是在起洋板面前作戏, 他们明明就不温暗, 却偏偏要假惺惺的表现出温暗的模样, 而其洋板偶尔哀怨的目光看得, 木初下浑身不自在, 木初下叫了两人来吃饭, 吃饭的时候, 木初下一直低着头吃饭, 不去看其洋板和工程艺, 这两个男人的战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, 吃着吃着, 木初下看到自己面前有一块肉, 疑惑的抬起头, 就看见工程艺神色淡然的看着他, 而那块肉是工程艺的筷子夹着的, 会到他的嘴边, 工程艺这是要为他吃肉吗? 这个, 木初下无奈又祈求的看着工程艺, 他觉得他都快二十岁了, 有手有脚的, 还要一个男人为他吃东西, 重点是当着别人的面, 他实在是张不开左达, 这样实在是太难累积了, 工程艺淡淡的点点头, 今天, 不管木初下是素食动物, 还是肉食动物, 这肉, 他必须吃, 他不吃, 他就长情为他, 木初下感觉, 在工程艺冰冷的眼神热烈热情的注视下, 他的手脚都僵定了, 木初下有幸见识过工程艺的固执, 先想, 如果自己真的不吃, 别恼了他, 这个男人, 会不会强行为他啊? 那样, 就弄得太难看了, 工程艺把这味进了木初下的嘴里, 满意的问, 好吃吗? 啪, 的一声, 其阳白把筷子用力的放在了桌子上, 也不看工程艺和木初下, 只是冷冷的说, 我回去吃泡面, 站起来, 就离开了餐厅, 其阳白在玄关处换鞋, 听到工程艺的话气得哑痒痒, 他真的是受够了, 他为了见木初下, 每天晚上都到公家来蹭饭, 可工程艺, 就是个混蛋, 每天就故意对他冷嘲热讽, 不再如此, 还当着他对面和木初下秀恩爱, 他承认, 自己对木初下有好感, 看见自己有好感的女人和别的男人, 在自己面前秀恩爱, 这种事, 估计没几个男人能忍得了, 而自己, 居然硬生生的忍了半个月, 其阳白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天朝版的人者神规, 木初下也当做什么都没听见, 抵着头, 默默地吃自己的饭, 工程艺都这样说了, 以后, 其阳白不会来了吧, 木初下松了一口气, 其阳白不来就好了, 这半个月, 他夹在工程艺和其阳白两人中间, 感受着他们之间的怪异气氛, 真的是一种煎熬, 以后其阳白不上门, 那就最好不过了, 改走了讨厌的人, 工程艺的心情非常不错, 同样是男人, 其阳白对木初下那点心思, 他能不清楚, 木初下目前是他的女人, 他工程艺, 怎么能容许别的男人惦记他的女人, 工程艺心情不错, 开起了玩笑, 是不是觉得今天的肉特别的好吃, 木初下没有反应过来, 感受了一下, 和往常没有什么区别, 都是王妈做的, 王妈做了那么多年的饭菜了, 味道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区别, 工程艺见木初下还是一副懵懂的样子, 气得心肝都疼了, 当初负责调查木初下的人, 为什么只写了智商, 为什么没有写情商, 不解风情的女人, 工程艺情下, 回过头, 音策策的看了木初下一眼, 看着木初下浑身冰凉, 下扇的转过头, 买头吃饭, 他果然只适合当一个安静的吃货妹子, 不适合说太多, 王妈看着餐桌上的木初下, 很受打击, 难道, 自己的厨艺真的退步了, 七少不爱吃, 工先生也不爱吃了, 更多精彩点击多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文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